在军事武器的研发上,各个国家都是不敢落后的,美国和俄罗斯一直是相互竞争的军事大国,就评如直升机来说,在一场战役中是离不开武装直升机的军事作用的, 所以这两个国家在武装直升机的研制上花费了大量的心力,美国上世纪研发了一款武装直升机,名为AH-64阿帕奇,而不久苏联也紧追其后以阿帕奇为模仿对象,研发了名为米28的武装直升机,这两款直升机自诞事后就一直被拿来比较,都在讨论这两种武装直升机谁比较厉害, 米28以强大的火力配置和超强的性能,被很多人称为是世界上火力最强的直升机, 它也有一个外号叫做阿帕奇斯基,因为这款飞机的大致结构和作展方式都和美国的阿帕奇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在火力方面,美国阿帕奇还是比不上苏联的阿帕奇斯基的,当时瑞典飞行员就对这两款直升机进行了试飞, 试飞完成后,他们对苏联的阿帕奇斯基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这款飞机火力超强,并且负载能力比一般的直升机突出很多,它最大能够负载重11吨的各类武装, 而且也可以搭载很多类型的武器,它上面的炮弹光学瞄准进性能也很好,操作简单, 就算是飞行新手也能稳定地控制这架直升机,它最大的特点便是自我防护能力超强, 有着良好的低空突防能力,能够有效地抵御防空火箭的袭击, 但是要说它有不如美国阿帕奇直升机的地方,那就是这款米尔巴只能在夜线飞行, 这也给了这架飞机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